我们这个单元呢要跟各位谈的是这个product of sum 那product of sum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方式啊 就是它先是一个sum就是先all然后再and的方式 那我们刚刚在上个单元呢 就是3-2跟3-3我们谈的是sum of product 就是它每一个都是一个and的称 然后最后把它all起来 那如果我们要的是这个product of sum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呢 好在这边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希望呢 如果有一个布林函数它表示成一个 这是一个sum of product的一个表示法 那我希望呢它把它转换成这个product of sum 而且呢是要简化不是只有单纯的转换而已 它必须要简化 那这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办 好那一样第一步 第一步呢你先建立一个四个变数的kmap 那方法如我们之前所讲的就是 变成一个4乘式 然后0001 然后接下来是11 然后再10 那column的话也是一样 好 然后呢把对应的这个项目 像这个是0000它有那就是填1 然后0001填1 然后你会得到这样一个map 好接下来呢 我们来找f' 记得这个是有点技巧性 我们不直接找f 我们找f' 那各位想想看 f呢我们在这个map里面呢 是选1的 对不对 所以f'呢是不是变成我们要去选0的 我们要去选0的这些 那因为f'之后1变00变1嘛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要选0 所以f'的话我们就是选0的这些 这些值 你不用再画一个map 然后刻意把这个1变成0 然后把这边的0变成1 不用你就直接找0的 那我们在画那个方块 就是要把它简化那个方块的时候 我们就是找0的那些 好接下来呢 我们找一些找那个prime 这个insensual prime insensual prime的话呢 找起来只有这一个 只有这一个 就是全部都是0 那这一个不算了 因为呢 如果这个算一个insensual prime的话 那他就 这个0就会被重复了 所以我们找到了这一个 那这一个的话呢 它是11 对不对 因为这里呢 这一行就是 就是A是1 B是1嘛 所以就是AB 那这边呢 刚好他四个都占满 所以CD会被消灭 所以这是AB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这一行 这一行的话呢 是什么呢 这一行的话 就是CD OK 在这里 这一行是CD 因为整个占满 所以AB被消灭了 那剩下还有两个0嘛 这个0跟这个0 那最棒的做法就是 这四个刚好就是 那个相邻的 那相邻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 A呢 有01所以被消灭 所以剩下B 好 所以这边的话 对应的 对应的 有一个是B 然后这两行里面呢 什么会被消掉 C会被消掉 留下来是D' 所以是D' 所以 这整个F' 就会是AB 跟CD 还有BD' 的相邻 好 那可是我们要什么 我们不是要F' 我们是要F 所以呢 所以呢 你就用这个D' D' D' 因为我们刚刚找出来的F' 是 这个 Sum 这个 Sum of Product 所以呢 它D' D' 就是F 等于F' 那这是Sum of Product 然后再做一个Prime 之后呢 就会得到什么 Product of Sun 所以 这个呢 它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 AB的Prime 然后去End CD的Prime 去End B' B' 然后再Prime 这是End OK 然后这个再把它丢进来 就变 A' 加B' 然后这个呢 就变成C' 加D' 这个呢 就变成B' D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Product of Sun 的 一个简化的方法 好